那么这节课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相关的概念性的东西 第三个呢叫网卡 网络呢离不开网卡这个东西 那么网卡呢它是一个网络组件 它属于一个硬件的范畴 它不属于软件的范畴 属于硬件的范畴 主要呢负责计算机之间的数据的封装和解封 数据的封装和解封 那么计算机呢里面呢包含了很多数据 它要和另外一台计算机之间相互通信 就必须呢有这个网卡 那么网卡呢会把这个数据呢打包 我们可能有同学听说过抓包抓包是吧 抓这个包呢就是网卡打的包的这个包啊 叫抓包啊 这个是封装 它封装一个数据包 那么封装数据包之后 它就需要把这个数据传输给另外一台计算机 那么传输中间的戒指呢 有无限的也有有限的 有无限也有有限啊 有限的就是光纤呢 还有这个双脚线呢之类的东西啊 通过线来连传 那么传到另外一个计算机的时候 另外一个计算机 不管是有限还是无限 它应该都有网卡 那么拿到这个数据包的时候呢 它需要把这个数据包呢再给它拆开 拆开之后得到里面的数据 然后数据呢 再传递给我们的系统 交给对面的软件 去在显示器上去显示出对面的效果 所以它主要的作用呢 是负责这个封装数据包和解封数据包啊 是这么一个作用 那这个是网卡 它属于硬件的範疇啊 那么跟网卡相关的 有这么一个概念啊 需要知道 就是Mac地址 这个Mac地址 Mac地址注意 和我们那个苹果那个Mac是两个概念 和这个MIC 有一个化妆品品牌也叫MIC啊 不是一个意思啊 不是一个意思 千万不要把它混在一起啊 长得一样 但是含义不一样 我们这个Mac呢 Mac地址呢 它指的就是我们网卡的一个叫物理地址 硬件的啊 是硬件上的地址 可以理解成是网卡设备的一个编号 可以认为是它一个编号 这个编号呢 默认情况下啊 是全球唯一的啊 全球唯一的 这是默认情况下 但这个Mac地址 它能不能改呢 可以改 Mac地址是默认 是记录在网卡这个设备里面的 默认是在这里面的 但是能不能改 肯定是能改的啊 是可以改的 所以这地方是默认情况下啊 那如果你改了的话 那就不一定唯一了 如果是改了 那就不一定唯一了 那这个就是Mac地址 它是网卡的一个设备编号 那怎么去改呢 以Windows为例啊 咱可以不借助任何第三方工具 就可以直接改 但这个改的操作 我建议大家慎用啊 就是能不改 咱尽量不改 咱们就改 看一下行了啊 那么现在呢 去打开我们的网络界面 这里面叫更改试飞机设置啊 怎么变成这种图标了 中图标 哎呦 超大 平铺 这样啊 例如咱我需要现在要改这个网卡 那这个网卡呢 就是我们教室的这个有线网卡这个图标 我需要修改这个网卡的Mac地址 那么这个Mac地址 其实我先可以看一下啊 它多少 它怎么查看呢 就是这个 DC01AE7B37和EE啊 这个呢 就是Mac地址啊 就是默认的这个Mac地址 哎那这个Mac地址 它是几斤值的呀 啊这个了解一下 Mac地址它是16斤值的啊 Mac地址是16斤值的 16 斤值啊 怎么叫16斤值 10斤值都知道吧 所谓10斤值 就是说我们在写这个数字的时候 逢10 进1 比如说1 2 3 4 5 6 7 8 哎 然后9 是不是到10了呀 到10的时候 就变成0了 但是不要往前进一个1啊 所以是10 这个就是逢10进1 叫10斤值 逢10进1 10进制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词和计算机有关的叫二进制 二进制就是逢2进1 那么它要么就是0 哎然后呢 后面紧接着就是往后写吧 要么是0 要么是1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又要去进1了呀 因为二进制嘛 逢2进1嘛 那么进1的话就变成了10 那么3就是10 4呢 11 然后再往后是不是又要进1了呀 1 1 0 然后是101 然后又变成了110 11 那其实这个就是0 这就是1 这就是2 这就是3 这就是4 这就是5 这就是6 这就是7 这个就是二进制这个形式 那么16进制也是一样的 就是逢16进1 逢16进1 1 2 3 4 5 6 7 8 9 然后后面的话 0应该在前面啊 0应该在前面 然后呢 是已经10了嘛 然后就变成A 然后B C D E 多少个了 ABCDE 缺个缺个F 缺个F 然后再往后的话就变成了 进1嘛 进1不是10了吗 10 然后11往后来就行了啊 哎 逢10进1 逢2进1 逢16进1啊 多少进制 就是逢多少进1就行了 知道这个就行了啊 那么除了这几个进制之外 那么还有其他进制 比如说 哎 8进制啊 还有呢 其实正常的几个进制 就是2进制 8进制 10进制和16进制 但是我们还可以演变出其他进制 比如说 52进制行不行 52进制可以吧 大A到小子一 小子一的或者是小A到大子一 就是26个字母 大小姐来一遍 52嘛 是吧 然后可以再上数字 加数字就60进制了吧 加10个数字 60进制了吧 所以进制呢 多少个数量 真的是看怎么去想的 但是一般我们藏用的进制呢 就281016 计算机里面相关的 就这四个进制 这个了解一下 这个是16进制的一个编号 那么在地方查到这个Mac地址 这个呢 就是一个Mac地址 我把它呢 截个图放着呢 大家认识一下 当然我们除了这种方式进行查看的话 其实说我们在CMD里面呢 也有其他的这个面领去查看 也就是之前可能一直都用的那个叫IPConfig IPConfig 然后呢 这里面就会列出我们的相关信息 那找一下啊 找一下 物理地址在哪 上面吗 就是他吗 就是这个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Mac地址 这是一个啊 那么虚拟机的再往上翻 应该还有其他的 每一个网卡都应该有一个物理地址 这是还合理的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物理地址 所以呢 不用担心一个问题 不用担心区分这个到底是0还是O 我在以前刚接触这个Mac地址的时候呢 我一直是好奇 这个0和O到底是怎么分辨的 所以这里面没有O啊 没有O 也不用去区分这个1还是I 因为没有I 所以这里面的话 它是表示16进址 你会发现后面的几个字母 你找不着的 就是ABCD ABCDEF F以后的这些字母你找不到 因为它是没有 没有啊 行 那这是查看Mac地址的方式 那怎么去改Mac地址呢 再回到这边来 这是查看 更改的话 点击属性 点击属性 在属性里面呢 有个配置 有一个配置这么一个按钮 点下配置 在配置里面的话 有一个高级 高级这里面 这里面列出的就是网卡的所有信息 当然也包括我们的Mac地址 包括所有的信息都可以进行配置 什么是否开启啊 是否关闭啊 等等啊 找一下Mac地址 网络地址 就这 它有默认值 你可以更改一下 但是你更改的时候 你不要超度16进制的范围啊 16进制以内你可以任意去改啊 任意去改改完之后呢 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之后 网络会临时断开 断开之后重联 就OK了啊 这个是更改Mac地址的方式 嗯 了解一下啊 那么Mac地址 我们网卡呢 是有的 那么我们网卡呢 还有一个地址 叫RP地址 那么这两个地址 它是什么关系呢 啊 有什么区别 这个也要了解一下啊 与IP地址有什么区别 这个不要搞混了 不要搞混了啊 在IP地址和Mac地址之间呢 有这么几个不同点 第一个呢 是它的长度不同 长度肯定是不同的啊 我们IP也不长这个样子 对不对 长度的话 IP呢 它是32位的 32位的 为什么是32位的呢 咱那个IP数着数着不也就是 最多就是像三位吗 XXX 然后后面呢 XXX 再XXX 这加起来哪有32位啊 注意啊 我们IP地址 其实本身的形式 不是长这个样子 本身形式不长这个样子 本身长的形式是二进制 就是每一段都是二进制的 比如说12345678 1.12345678 1.12345678 1.12345678 本身是这个形式 那么本身是这个形式的话 那这个太长了呀 咱系IP其实也不方便 所以呢 都会把它转化成 十进制 所以我们真正肉眼看到的 那个IP地址 其实都是十进制的IP地址 对 但是它原始的是32位 也就是四个八位 四个八位 有四段吗 每段八位 所以连起来是32位 四个长度 原始长度 了解一下 然后迈个地址 迈个地址呢 是48位的 迈个地址是48位的 它同样也存在一个 进制的转换问题 也存在一个进制的转换问题 所以呢 它原始长度是48位 48位一共是六段 每一段也是八位 每一段也是八位 所以它的长度是不一样的 不要只凭肉眼看的这个长度 不能这么看 你得看它的原始长度 然后第二个不同呢 是分配的依据不同 分配依据的话 IP的话 它的分配呢 是由互联网中心 每一个地区的互联网中心 分给运营商 再由运营商分给我们的 现在的IP呢 除了服务器 相对比较固定 而固定IP 其他的地方的IP呢 都是动态分配的 比如说你家里的那个宽带 你今天启动电脑 你会发现是这个IP 你明天再去启动 你会发现外网出口又变了 变的原因就是 你每一次去连接这个网的时候 它就会给你重新分配一个IP地址 所以IP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家用的话 它是动态分配的 而我们Mac地址不一样 Mac地址呢 是由你的网卡厂商 在出厂的时候 就已经烧录到你的硬件里面去了 你只要不是人为更改它 它是不变的 这是分配依据这块 所以它的不同点呢 有这两点 然后还有一个不同点 没有我这不大敢往这地方写 我说一下 你可以记一下 还有个呢就是 它的一个网络寻止 网络寻止不同 网络寻止方式不同 网络寻止方式这块呢 就得也讲到另外一个东西了 叫OSI OSI参考模型 就得提到它了 我们的IP地址呢 是工作基于是第三层 IP地址的寻止方式是基于第三层 IP地址啊 是基于第三层的啊 这么一个工作啊 是基于第三层工作的 那么刚才同学说的了 第三层属于网络层是吧 第三层是属于网络层 而麦克地址呢 二层 对 麦克地址是第二层 第二层叫数据链路层 叫数据链路层 一共是器材模型 那么它的工作层次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同点啊 它与麦克地址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知道一下了啊 那关于这个OSR参考模型呢 咱在后面的话会有专门两天的一个叫PCP IP协议 那到时候呢会去详细讲这个器材模型 那这个的话咱先记住前面的寻找方式是不同的 记住它就行啊 然后分配原理不同啊 还有长度也是不同的啊 这是与IP的一个区别啊 一定要搞分清了啊 千万不要再混一谈 混一谈的话后面就麻烦了 这边是网卡需要注意的 一个知道什么是麦克地址 另外呢知道与IP的一个区别啊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网卡所要插的一个线呢 称作为叫网线 网线呢是连接局域网 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 那么在局域网当中呢 常见的这个线呢有三类 第一类呢双脚线 第二类呢叫同头电缆 第三类呢叫光缆 双脚线它又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词叫二戒四五 二戒四五接口啊 双脚线 二戒四五呢长什么样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电脑插的网线就行了啊 这个就是双脚线 或者说家里的那个电话线 它也是双脚线啊 得有电话啊 家里电话也是双脚线 那么教室用的这个网线呢 就属于双脚线的范围啊 双脚线 双脚线呢长得那样的 这个就是双脚线 这边是双脚线 所以双脚线呢 就是你把这个皮剥开之后 你发现它其实是两股线缠在一起的 所以称作为叫双脚线啊 双脚线呢 它每一个 每一个水晶头 它又可以去拆分成好多个颜色 那个就涉及到一个网线制作的问题了啊 网线配对了啊 然后中间这个呢 叫铜轴电缆 叫铜轴电缆 轴呢就是中间的这个意思 中间你看这个颜色 是不是铜色的呀 所以叫铜轴电缆 铜轴电缆 不是这个铜啊 是这个铜 铜 铜 对 然后最后一个 这个呢 以前在书上肯定都见过 叫光纤啊 叫光纤 光纤啊 不是光纤啊 这个呢是光纤啊 这是三个传输戒指 那么除了这三个呢 那么还有这个无线啊 但无线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了啊 咱这个看的话就看这个有线的啊 双脚线 铜轴线 铜轴电缆和光纤 那么三个介质之间呢 它也有对那个区别 从 从这个传输的数据的一个宽度来说 就是一次性能够传输多大这个量来说 光纤肯定是最大最多的 其次 铜轴电缆 最后就是双脚线 也就是双脚线 其实是网线里面最低档次的啊 然后从损号上来讲 咱这个数据传输是有损号的啊 在传输过程中损号的 那么这个损号呢 也是光纤 它传输的这个数据损号是最小的 然后双脚线是最大的啊 好 这是这边 那个一看其实也就知道了 双脚线 教室里用的双脚线嘛 然后呢 公网的话一般都是用的光纤啊 所以它的速度肯定是很快的啊 这三个东西认识一下啊 以后咱这个接触光纤的机会比较少 接触双脚线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啊 因为只会局限于企业内部啊 局限于企业内部 然后呢 服务器的网线嘛 基本上都用阿里云脱管的 脱管的你又看不到网线啊 所以内部的话也就是双脚线 其次呢 你再能见到一些通道电缆 这个概率也算比较小的了 那么光纤的话就只能从图上看到了啊 第五个呢 这个词呢 叫交换机 交换机呢 它的英文单词叫Switch 以为开关的意思 切换的意思啊 它的作用呢 是用于电或者光信号的一个转发网络设备 将光设备光信号或者说电信号来行一个转发的设备啊 交换机呢 可以接入交换机 可以为交换机接入的任意的两个网络节点 或者说任意的两个计算机吧 能提供独享的电信号通路啊 那这边这个词呢 咱就不看这个专业描述了啊 刚才在课下的时候 有同学问啊 说咱那个网络啊 为什么现在这个网络越来越快 难道只是传输介质的提升吗 其实不是啊 不仅仅是网线的这个提升了 以前呢 我们家用宽带接入的时候呢 可能有512K 128K 然后说一兆两兆的 那个时候用的都是电话线是吧 那么但是随着现在这个互联网的一个提升呢 基本上家庭接入的话 要么都是50兆100兆200兆 这个档次已经上来了 那么难道光提升这个网线 就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吗 其实不是啊 其实不是 交换机这块也得升级 那么在之前的话 交换机呢 还没有 像在早期那些网吧 之前有看过那个网络图 早期里面根本就没有交换机 他用什么 他用极限器 极限器长得跟交换机差不多 但是没有交换机的功能强 所谓极限器呢 假设说我有一个外网出口 这个外网出口是100兆的宽带 这个交换机 先不谈 咱先谈这个极限器 极限器 假设它后面有24个口 或者25个口 那它就可以插25个电脑 那么最后呢 每台电脑的带宽 其实只有4兆 其实只有4兆 只有4兆啊 因为是分了 拼分了 但是交换机不一样 注意交换机这个词 这个是独享的 这个是不是共享的呀 共享100兆吧 这个是独享的了啊 所以呢 它是能够保证你的带宽 是多大就多大 是多大就多大啊 有的这个小区呢 像这个北京那个地方 有的小区呢 它这个宽带 比如说这个方程宽带 它跟你说是独享的 其实你真的在用的时候 你就感觉一到晚上 那是卡爆了 它是整个小区 都是其实是共享的 一个出口啊 所以导致这个速度呢 根本就上不来 现在的话 就很难看到 有这个企业 只要用的这个机显器了 基本上不用机显器了 你都会用这个交换机来替换 它能够将这个共享 转化成独享的一个 信号通路 就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交换机呢 目前的话 比较有名的几个牌子呢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一个呢是华为的 华为做这个硬件还是不错的 华为交换机 然后还有思科 瑞捷 还有华三 华三的话 有的学校会选用华三 为什么选用华三 因为华三呢 它这个品牌属于国产品牌 价格呢 稍微便宜一点 当然华为也是国产品牌 但是华为的知名度高一点 所以呢 它要贵一点啊 华三的全称叫 H3C H3C 有的学校就会用这个 以前我的学校就用的这个 H3C 便宜啊 思科的话就不用说了 咱思科的话 这个是知名度比较高的 全球都是有名的 是美国的一个品牌 然后咱这个网络 或者说用为这块呢 有叫思科认证 有C10A C10P 所以后面的话 如果想从事这个行业 更好的从这个行业呢 大家可以到时候呢 去考虑 考个认证也不错啊 思科 说难考也不难考 说好考也不好考 考NA不就行了吗 NP的话有点高级了啊 NA是基础的 NP是高级的 Professor 考怎么比没有考啊 是不是啊 你好歹去工作的时候 也跟人家说 我是思科认证的是吧 瑞杰呢 瑞杰呢 他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品牌 这几个品牌的话 知道一下 别到时候人家问你说 你建过哪些交换机品牌 你不知道 说一个说一个什么TP-Link TP-Link做不做交换机呢 也做 但是呢 企业节交换机呢 还是稍微少一点 企业节的话 一般呢 就是用这个华为四颗瑞杰 用的比较多一点 第六个呢 叫路由器 路由器的话 这个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就是家里基本上都有路由器 家里为什么要用路由器啊 能不能不用啊 可以不用 可以不用的话 咱是不是只有一个猫啊 那个猫其实 它既能充当拨号的作用 又能充当路由器的作用 那如果说我们把猫里面的路由器给它 路由功能给它阉割了 它只能拨号 这个时候就麻烦了 因为咱公网出的就一个 难道你上网就一个设备吗 就麻烦了吧 所以我们家里上网的设备还很多的 比如说电脑啊 手机啊 你有很多设备需要上网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设备 能够将这个信号给它分出来 能够将这个信号给它分出来啊 所以这时候呢 就用到这个路由器了 路由器呢 又有另外一个名称 叫网关设备 叫网关设备 又称之为叫网关 叫网关 它的作用呢 是用于连接多个逻辑上分开的独立网络 主要是连接多个分开的独立网络 以咱们这个教室为例啊 咱们这个教室 能不能和隔壁这个教室进行通信 目前来看什么行 目前是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教室和隔壁这个教室 就属于上逻辑上分开相对独立的网络 它是独立的 那它独立的 我们这个地方呢 只有一个交换机 交换机呢 它的作用是独享电信号 但是能不能连接多个网络啊 这是做不到的 这个是做不到的啊 所以呢 必须要有个路由器 而我们这地方欠缺一个路由器 所以你没有办法和隔壁教室进行通信 要想通信 OK啊 让隔壁教室的交换机 和我们教室的交换机 连到同一个路由器上 那这样就行了 那路由器就充当了这么一个作用啊 它是一个网关啊 是一个网关 主要是连接这个作用啊 把它圈一下 那么路由器呢 又分为两种 一种呢称之为叫交换路由器 另外一种呢称之为叫 企业路由器 那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交换路由器 长的是一个盒子 上面插了几个天线啊 就是交换路由器 后面这个呢 是企业路由器 TV link的 这是TV link的企业路由器 那么企业路由器呢 它长得像机顶盒 有点像交换机 但是它没有交换机大 交换机后面的话 基本上都是24个接口 它的后面没有 它的后面就 一般也就是一个公网接口 后面加上几个内网接口 五六个 所以数量是比较少的啊 这个是路由器 以后看到要认识啊 这个是家用的 这个是企业级的啊 讲讲四科认证怎么考 首先你得报名 四科认证跟学历没有关系啊 跟学历没有关系 多少钱一次 这个就不知道了 N年之前我考了个NA 已经过期了 当然有过期了 就跟你这个驾照一样嘛 你说驾照不就有要期嘛 到期之后不要去嘛 是吧 到那之后 你还得相当于 还得再考一个 但是那考试收费 应该是比较便宜的啊 就是第一次成本比较高 不知道 现在不知道了啊 有些人就可以去 四科网上去搜一下 考个认证 还是很有环境量的啊 这个一个认证 它要比这个 咱们那个学历 要拐得多啊 因为 一个认证 相当于是 你有一个技能证书嘛 就好比说 高校里面 做这个老师 必须要教师资格证 跟你学历没有关系 你学历再高 你没有资格证 那也不行啊 所以这个 相当于是个资格证 一个技能证书 还是很有用的 嗯 嗯 谢谢观看